他连奥斯卡餐厅群聚再扩大 今天新增的22例个案当中 跟奥斯卡相关的只有21例 而其中又已延伸出的 慈激医院群聚个案最多 慈激医院新增14人染疫 源头是两名护理师 因为在这个月3号 跟奥斯卡确诊个案 参加过同场婚宴之后确诊 接着又传染给三名同事 同事再传染给病患跟看护 目前11楼病房 所有人员都是采不进步出的政策 卫生局也宣布 即日起到24号全院停止探病 所有员工都要进行PCR筛检 不论是医护还是警卫 所有花莲慈激医院员工 统统排队等待裁检 因为院内群聚在扩大 慈激医院新增14人确诊 上上追溯 发现是两名护理师 在4月3号到马远部落 参加婚宴时 和奥斯卡群聚个案有过接触 因而确诊 两名护理师传染给三名同事后 在波及负责照顾的八名病患 以及一名看护 加上上一起院内群聚 慈激医院已累计26人染疫 三个病室 只要在这个病室待过 都是确诊的 而这个病室的病患 刚好就是这几个护理师去照顾 针对感染热区11楼病房内 医护病患和陪病者 全采取不进步出政策 即使起到24号全院停止探病 但不止医院沦陷 奥斯卡感染炼还延伸出补习班群聚事件 在小加拿大梅雨任职的一名外籍教师 4月3号到过奥斯卡餐厅 时候确诊还未列暗号 但他已经传染给两名小学生 和一名家长 教师洗手间和黄中心都要清销 全县一累计7所学校有学生确诊 奥斯卡群聚延烧至家庭校园和医院 还有12例采检阳性未列暗号 疫情没降温迹象 卫生局也宣布 全县国中小毕业旅行暂缓办理 呼吁民众有足迹重叠 尽速采检 防止病毒继续扩散 接综合报道